Lost Immigration Lost Immigration 哇靠這什麼東西 鞠躬跪著聽 後面的聲音根本就不用講 晉級了啦 晉級啦煩欸 VBS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嘿大家好我是福星老師 如果你剛好喜歡唱歌聽歌的話呢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會定期更新所有你想知道的歌唱資訊喔 VBS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嘿大家好我是福星老師 又來到新的一期的Reaction 一起來聽歌啦 那這一期呢我們要一起聽什麼歌呢 我們要來聽歌手2020 Tia所翻唱的聖夏光年 哇這有歌 是大哥欸 你看翻唱的人都很猛欸 比如說陳冰 陳冰唱的感覺就比較像五月天 就是直來直往 欸我死不轉彎啊 這條路我開到底啊 那那林一蓮在唱的版本呢 就比較像是那種自我對話 就糾結完 然後戰勝自己 然後站出來我不轉彎 的那種感覺 那我也看先猜啦 我覺得他應該會比較像是 Sandy 就是那個林一蓮的版本 應該會是啦應該會是 OK 好那適不遲疑 我們一起來聽吧 他那個施針的聲音還蠻蠻酷的欸 好像 就那個畫面好像 如果用電視來看 會好像 色調突然跳一下 感覺 感覺像吃了一種 會產生幻覺的蘑菇 的感覺 好 那蘑菇的藥效又來了嗎 唱可能不重要 這邊就是要那個V 這也就是要的 這一 Dra 不要跟你們說 嗚 哇 嘴巴可以好 好軟 你歸著 放縱去抬 放肆自己 放 放 我不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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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個長音都好 美喔 我故意不把字咬完 對呀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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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喔這個效果精好酷喔 有點像8B的風格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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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配樂很像 也很像那個 就是 電玩的感覺 感覺像遊戲會出現的配音 讓你擴定機會 存在那些人 畢竟的殘忍 喔 放棄一塊套 放棕一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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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自己 放空淚淚 搭檔 流油 放棕拍 卡 Republicans 43 超光淚 滑 I'm not trying, I wanna try, I wanna try 哇! 欸他真的是變魔術耶 他那個口腔,他那個共鳴 拍手,鞠躬跪下來聽 哇這個表演,欸真的很猛耶 欸未看先猜,欸我猜到了 有沒有,跟那個Sandy的真的長得很像 而且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 我自己覺得啦 他應該是本身很喜歡 靈異臉唱的那個版本 就感覺他有很多線條都長得很像 不能說他抄襲喔 致敬喔,致敬,致敬 我覺得唱得很像 可是他又有不一樣的東西呈現 是很好聽的 幾個大方向我想要講一下 就是他有一些咬字,他會故意把它咬得很像 故意把它咬住 譬如說那個 把他咬住的感覺 然後把他放開 然後他這種咬住的感覺呢 就會有一種負面情緒 可是他又沒有要放出去 就是他要把它忍住 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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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感覺 嘴巴有個把它hold住的 甚至把它咬住的感覺 喔提到嘴巴 他在唱一些長音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他越唱後面越舒服 比如說他一個高音 他會 他會把他那個嘴巴放掉 就會讓那個口腔空間還回去 欸這很難耶 因為通常都是唱一個長音的時候 會越來越積累一個東西 然後最後後面會hold不住 音會不準 可是他不是喔 他的長音通常都超漂亮的 因為他把嘴巴釋放掉 他一定每天練歌 他應該是一個非常用功的歌手 超級強 很強 然後提到長音不得不提 他的抖音 他的抖音真的是很誇張欸 他的抖音都在拍子裡面欸 譬如說該那個 打打打打打打打 你是我最愛 算是 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13一二三 全都在拍子裡面 你們自己去聽 還有一個很狂的 我我剛才不是有那個 喔 就是他突然唱一個泛音安 先不管那個 嗯 的之前不是有一個長音嗎 他的抖音是三連音 完美 完美三連音 他這個人的律動真的超級好耶 從前面幾期他的演唱就可以知道 在這邊的體現就很誇張 就哇靠 連抖音都在拍子上面 很完美耶 超棒的 然後我不得不提他那個泛音 他那個泛音雖然沒有很高對不對 但最扯就是很像變魔術 他突然從一個什麼都沒有 就是抖完那個三連音的音之後 按進大概一秒 然後砰就 出來 你會覺得哇靠 那是變魔術嗎 怎麼從一個什麼都沒有 然後突然吹出一個泛音 嘴巴是零 就是咬字器官完全沒有輔助 然後就哇 把他唱出來 這很扯耶 很誇張 然後提到咬字器官嘛 他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咬字 就是他在我步轉彎的步 他會鼓很 我步轉彎 應該是故意的吧 雖然他那個步是一個高音 可是感覺他是故意把它 轉彎 我轉彎 就是故意把它 咬住 就跟前面的那個 這樣咬字的感覺很像 就讓他的那個情緒是爆開的 可是是 又要收回去 很內斂的一種爆發力的那種感覺 後面的生key 根本就不用講 就這首歌 哪有人想到生key 不是神經病 不是神經病 就是太強了吧 起立鼓掌 謝謝 好強喔 鞠躬跪著聽 太猛了吧 太猛了 太猛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歌 他已經被翻唱過 你知道也蠻多次的 然後每次翻唱都是一個經典 不管是成冰啊 不管是 林一連啊 都是一個經典的 那你要怎麼去挑戰這些經典 我覺得很難 然後尤其是 他這個挑戰的版本 比較像是林一連的 林一連呢 欸 女王呢 可是我前面有提到嘛 就感覺他常常拿 林一連的那個版本來練 就是有點像小粉 然後一直練他那個版本一樣 但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但是就是 你會有一個期待感說 那他等一下會出現那個嗎 欸 他就出現了 然後他又不會是 停留在那個期待感 就是停留在一個 喔 就這樣子喔 的那種感覺 不是他會有一個出現 欸 又不一樣 欸 出現了 欸 又更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就感覺很不一樣 他有在滿足看秀的人 有這種感覺 就是他會營造一個期待感 然後去符合他 甚至更多一點點 然後再營造一個期待感 然後再符合他 甚至更多一點點 然後甚至時不時會 突然爆出一個東西 不是你期待出現的東西 可是是 喔 這也可以喔 哇靠這也太強了吧 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秀是很OK的 喔 我買門票 我連我老婆的都買 一起去看 好強 真的好強 很棒欸 真的滿分欸 好強喔 技術也強 情緒強 然後他的鋪陳也強 就是沒什麼話好說的啊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很厲害 好不好 進擊了啦 進擊啦 煩欸 好啦 我想說都說完了啦 我都跪著說了 我都跪著說了 好不好 下次再一起聽歌啦 好不好 先這樣 掰掰